大家有看韓戰一嗎? 有! 韓戰一的最尾的部分 在電影 就會出現一個危機 那個危機 透露一點點 也是韓戰二的開始 裡面有很多懸念 希望大家在韓戰二裡面 找到一些在韓戰一的時候 帶給大家一些謎團 還沒解開的 韓戰二會為你解開 所以一定要看韓戰二 耶!而且在電影當中 Aaron有很多動作性 還有劉處長也會小小受一點傷 有嗎?有 沒有!在電影裡面其實因為 大概跟第一集不一樣 只因為我已經一生成為警務處處長 一哥 所謂的一哥 對 所以在裡面演的部分 可能跟第一集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因為這個時間裡面責任越大 壓力也會很大 所以受到很多的一些 外來的敵人的攻擊 所以這要看 OK!這個敵人呢 就在我們的這個舞台上 欸!今天 就真的輸了充分的頭髮 欸! 欸! 最近記不記得你當中繼續使壞 是! 因為我在戲裡面 演的是一個 一個一陣一邪的一個角色 能夠跟幾位影帝對親 必須要被看見 所以就必須演反角 通常怪人的戲比較好 所以我就挑戰了這個狀態 希望大家不要討厭我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 好! 不會的! 不會的! 我們都很愛你的 謝謝發哥 我也愛你 那! 謝謝! 你跟哪一位影帝對戲的時候 壓力最大 這個我想如果有機會 可以跟發哥對到戲 的話 我們講一定是壓力最大 但是 我沒有這個福氣 第二集沒有 真會說話的 另外兩位呢 有對到的 哪一位比較 壓力比較大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電影院看的話 我 這一次跟郭富翔 影帝對戲的時候呢 大哥呢 他不是打我嗎 喔 就是然後撞牆 撞車子 所以我跟他拍戲 現在也很害怕 你也有 你也有機會推他 對不對 有一場戲你 你需要推他 腰力他 我就只能推他 因為我手往前 他拿我去撞車 然後 然後 所以真的有打擊 好慘啊 所以 Elly的粉絲 今天是看完電影的時候 不要罵我 不會 不會 因為我們在拍戲而已 所以 這個戲裡面 就有不同的 這個機會跟他們對比 是 當然 發哥今天 無論是在記者會啊 或者我相信在片場啊 每一次有你的出現呢 整個感覺就是 非常的好玩 對不對 沒錯 這戲全部都玩 就跟很不好的演員 組織一起 開心的活得了 嗯 每一天都是 好像小溫絲一樣 跟他們 小蜜 跟他們 小蜜 過兩一天 就來講 我們在現場開心 高興的活得了 謝謝 謝謝 一個給我機會 沒有 發哥其實是 謝謝 謝謝 發哥在這次也是演一個 非常特別的角色 是 在 立法部門的 因為我們是 直法部門 我跟嘉輝 跟Eddie 都是直法部門的 發哥演那個立法部門 他的威力 非常強大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